早晨5月12日 今天天氣是很多夏氣 這段天氣應該不是很穩定 而且是很焗的 我現在打開窗戶 感覺不到風 只是很焗 平時看YouTube的人 都會說收音可能要搞一下 今天我覺得收音應該沒有問題 是聲音有問題的 5月10日晚 多謝大家在這個 追一個實驗音樂夜的第二次實驗裏面 母親節快樂這個系列 多謝大家支持 其實那晚為什麼會 我想現在的聲音就是 那晚之後有少少 開始覺得是否 可能太投入 發覺隔了一天之後肯定是 但其實那天我們一直做的時候 其實非常之擔心的 我知道很多朋友一直在看 但其實都與此同時 我的朋友告訴我 不論在我的手機彈出來 說在外面 那些黑警濫捕得很厲害 在不同的香港各區 其實唱歌的同時 我看下去 一些做音直播的同事 收音的朋友 幫我們做的時候 他們都很全神貫注 去留意著香港發生的事 那晚也是很恐怖的一晚 其實那天是母親節 結果真的沒有親節 好像我們的設計一樣 就是很想大家得到裡面的訊息之餘 但是其實我亦都與此同時跟香港 即就算在唱的人 都和大家一起一樣 很想追著看看有什麼事發生 那晚其實那晚唱歌的時候 有些朋友就說 抗神就被人壓著頭 這樣 在這裡 個人不認識他 希望他早日康復 因為都是壓著頸椎這些位置 進了醫院 希望他早日康復 渡過這麼不公的一種傷害 但又聽到一個十三歲的小孩子 大家都很震怒很害怕 而且看到這個十三歲的小孩子 正如我那天開始做音樂會 我說只要未滅聲 就應該有 我們需要以一個 每人的身份去繼續發聲 其實那天 留小朋友 中一十三歲 被警察在那裡欺凌 圍住他 後來還帶了回去警局 然後就沒有下 charge 只喜歡留在他那裡過幾宗 需要律師陪同 看到媽媽的時候 就說了一聲對不起 就哭了出來 然後呢 昨天看回政府發的稿 新聞 其實那些十三歲這麼小的小朋友 出來做記者很危險 有任何組織如果是安排小孩子 做一個這麼不穩定的環境當中 是一個 就是自小孩子於不顧 就是我有時看這些 如果是沒有那些畫面的話 我想是否他們在一個平衡時空 在想現在的市民是不會看手機 知道當時所謂的混亂情況 或者是一個隨時變的環境當中 還有這麼危險 至人命於不顧 至小孩子之不顧 其實當大家看回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政府這些發言 是很不負責任的 因為我們當然是保護小孩子 而小孩子有他的興趣 而且一個好像劉小朋友 劉同學說 我是將事實帶給香港人 其實一個等於興趣班 當有一個活動的時候 而小朋友 我們看不同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一些叫小記者 我們只不過想 原來小記者在政府 原來只是問一下 你的興趣是什麼 哥哥 姨姨 你喜歡吃什麼 母親時怎樣過 我想現在的小孩子 比我們更加成熟 他們所想的事情 不是好像大家想 他沒有思想 他是想將香港現在 以一個小孩子 他的角度去報道出來 而且那天他一邊都 你看到那些小孩 是很放鬆 人家叫他 身份證有沒有 記者證有沒有 一個這麼惡劣 對著一個十三歲的小孩 如果政府要追究的時候 一些這麼惡劣的環境 這麼變遷的 變化的環境 就是這一幫黑警在這裡 這樣喝止 用一些這麼侮辱的東西 去對著那個小孩的時候 而他都很配合 我真的很佩服 劉同學 劉小朋友這一種 這麼鎮靜的反應 而且這麼合疑 他還是很有禮貌 對回這些 我想在他心目當中 他沒有一個特定的立場 也都沒有仇恨 你看他眼裡是很純真的 我就覺得 政府都是發這些稿出來 給一些外面的人想 誰組織這些東西 就害小朋友 我想大家眼睛都很雪亮 哪些人對這些小朋友 引來危險呢 是我們的警隊 他們竟然可以對著一個十三歲 就是一個這麼乖的小朋友 就是他們自己有小朋友 有興趣的時候 你傷害你自己 別人罵你的小朋友的時候 你都走去學校 就是跟校長 跟老師說 為什麼兒子要被人罵 為什麼這一幫黑警 是沒有這個同理心的呢 我想我不用問為什麼 其實問都沒有用了 好了 接著呢 就關於通識科 就是特首在這個大公報裡面 就是他用無染雞籠去形容 這個通識教育裡面 有人把這些壞的思想 放在一些年輕人那裡 以至香港這麼混亂 就是其實不論你想多配合 就是一個中國 這些一個執行北京的議題 沒有問題 就是你就做了 但是你不可以 將一幫很有心 很有心血 放了很多精神 這麼多位的老師 你說無染雞籠 首先你已經是假設 那裡的雞籠是很亂 而且無染雞籠是一個 非常之惡劣的形容 這些應該問一下 Ben Sir廣東話這些成語 雖然大家都明白 無染雞籠是什麼 但是無染雞籠去形容 設定這幫通識科的老師 首先不要忘記 這幫設定通識科的老師 與此同時也設定很多其他科目 英文、數學、中文、歷史、科學 同一班老師 完全同一個standard 就是我們下一代的教育的時候 如果你這樣說的時候 這幫你所形容的無染雞籠的設計者 都是設計其他科 那你是不是要換掉所有的老師 又要他們去考什麼事 去做什麼洗腦 如果不是就好像國泰的事件 你說一句話 香港加油 將來提到抗爭兩個字 We need to pull這些字 是否已經代表你是教唆學生呢 我聽到本音昨天 我知道很容易給自己 其實今早要甘聲對不起 我其實很想 commit自己 神租有懷疑 一至五 或者早上有 有時候人很軟弱 很多時候 就算有些很重要的議題 很想說 都會自己因為聲音很差 想病 想欺負 但是我覺得不可以 這些無論怎樣 大家就看到 我想很多人很用力 很用心去抗爭的時候 我這些小小事沒有什麼 所以我看到這兩個這樣的情境 政府是用盡所有方法去施暴的時候 不論對我們的議員 對市民一些權利 都未來到的時候 在立法會內會隔眼的時候 我想不到香港 那天穿著T-shirt anti hopelessness 拒絕絕望 是要用很大很大的力的 所以我特別在問候劉小同學 我希望她家裡的媽媽 你要引以為傲 我們不是鼓勵她出去危險 但是我們一定要小心 警告朋友 如果是小記者的話 你們會面對最危險的 就是一些情緒失控的警察 警隊 他們是不會因為你是小朋友 因為記者這個專業 而對你有任何不同 因為他們是無差別的去壓低聲音 所以保重 所有小記者朋友 家長擔心的時候 可能在這些環境當中 他應該有些大的記者帶著他 讓他知道 其實每一件事的職業背後 都有一個風險 那些所謂的興趣班 如果你要游泳 你要游泳的危險 我想我現在不只是為學校加分的一個興趣 興趣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 大家家長留意 我再次多謝那天很多朋友 就算香港這麼混亂的時候 都仍然支持我去開這個實驗音樂 我答應大家會有第三次的 是的 不是因為自己可以有條黃色經濟圈的路 可以有個生活 是因為仍然可以發聲 未被滅聲的 連13歲都出去報道事實的時候 我想我們能夠說的話 就要繼續說 如果你第二次 這個母親節快樂 這個音樂的分享 英文是一般的 就是真的一般的 那大家重溫一下吧 普通話 對 我們會很久不見 這樣 我會 ningún陪伴 衛生 它 上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